嘉义所发生这起骇人听闻的烟头鹿一案 事实上呢 在五年前 男头也曾经发生过一起断头女命案 因为腐烂严重 身份难以辨识 五年下来 捡紧找了四十多名失踪人口家属 进行DNA比对都没有吻合的人 等于线索全断了 而这个案件拖了五年 直到现在人无法破案 今年震惊社会的男头草屯水流女头案 高悬的五年还是没法破案 女性的头颅在水沟内被发现 因为浸泡过久已经腐肿腐烂 无法辨识身份 为了找寻全尸 检警出动专业的搜救犬 沿着气势大牌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只发现一条长裤和一件女用内衣 根据检警调查 这颗女性头颅 是被害人死亡之后遭人割头分尸 投入一路从台中乌西 冲向南投这处大牌水沟 从耳洞还有牙齿的特征来辨别 研判死者是17岁到25岁的女性 五年多以来 检警还找了40多名失踪人口的家属 进行了近百次的DNA比对 却没有任何的吻合者 没有的身份等于线索全断了 但专案小组仍不放弃希望 只期望出现新市政 可以查个水落史出 苏文宫玉德 朱显明 台中报道